鸡蛋 鸡蛋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就放回去 太阳太大了 带着满羊羊的 你听得懂吗 再回去了 有花呀 你怎么吃 我把鸡蛋都吃饱了 我看你们走就想回去了 慢一点 我去洗澡化衣服 这个身上脏得不得了 今天太阳好把衣服也洗了 这个衣服是装放在家里干活穿的 但这个衣服已经没什么用了 因为穿一两次又要洗 所以在家里干活太脏了 像我今天这样子 这个衣服也是干活的干活穿的 在我们那边这个毛衣都差不多都已经穿不上了 在这边还穿了野荣服 花开的时候 你就来看我 我找你半天 我在这里 你欣賞花,這個油彩花好漂亮哦 油彩花現在確實漂亮,好多蜜蜂啊 人家蜜蜂把你遮到了 不會,我在看看彩花 我告訴你一個特大好消息 大好消息 我昨天買的彩票我種了 種了多少 種了600多萬 真的假的哦 真的 然後呢 然後我您講的時候特別特別的順利 但是我準備走的時候呢 被尿憋醒了 我還以為是我在做夢園呢 真的是在做夢,知道吧 今天不是愚人節嗎 對呀 這個就是鬥牛丸 知道吧 哦,愚人節是裝騙人的 是啊 是不是矮咒呀 要是真中了600萬,或者是你真有錢呢 你會對我怎麼樣啊 我要是真中了600萬啊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滿足你所有的願望 600萬又不是很多所有的願望 那你的願望,你說一下 是什麼 我的願望 一套房子 一套房 嗯 我算你100萬吧 你看看哪個地段買哦 哈哈 哪個地段買 算200萬吧 還有400萬 嗯 一兩豪車 所有的願望很難的 又是一兩豪車都幾百萬 上千萬的都有 那你不要買那麼貴的嘛 買個就是說 你心裡平時就是像現在想的那種 什麼車 現在想的內容啊 嗯 那一種嘛 是 不是很貴的 嗯 一套房一兩車 我加起來給你算個200萬 扣稅扣了還有400萬 還有200萬 嗯 是吧 200萬吧 還有200萬 那你就乾脆叫個200萬了好 哈哈哈哈 200萬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啊 何年何月才有那個數字啊 嗯 好漂亮的油菜花呀 對呀 這個就像18歲的女孩子一樣吧 18歲 現在不止了這個油菜花 這個油菜花現在至少40歲了 你要是比起來的話 已經在結葛了 已經在卸了 對 等到花 等你等到花都卸了 對吧 嗯 我記得那一年你說的 下雪的時候來看我 下雪你沒來 來了呀 然後就是 發開的時候來看我 發開的時候來看我 發開的時候來了呀 發開的時候你是在這裡呀 花開的時候 你就來看我 等你來在最美的那一棟 哎呀這個油菜花好漂亮 好漂亮啊 我懂一雙 哎呀這個等下把你抓到了 他在采花 蜜蜂采花呀就是我們家的蜜蜂在這裡采花呀 這是我們家蜜蜂嗎 肯定有啊 那你叫他你看他答應嗎 哈哈 你叫他答應還等你啊 你叫他什麼嗎 小蜜 小蜜 哈哈 小蜜蜂 小蜜蜂 等一下我要去蜜蜂 等一下我要去蜜蜂 然後呢 我有事情了 去幹嘛 有事啊 啥事 我們男人之間的事情呢 哈哈 就這樣子 嗯 就是去蜜蜂的話沒錢 找你借五百塊錢 借五百 啊 你又找我借錢了 沒有找你借錢了 借五百塊錢 怎麼能找你借錢呢 可以啊你想不上次借我的那個五百塊錢還給我呀 上次也借你錢嗎 嗯 我去年了 對啊 去年我借你五百塊錢的嗎 嗯 去年哦 對呀 去年借你五百塊錢哈 嗯 去年不止五百 哈哈哈 嗯 你先還給我我就借給你 那我現在是沒有我怎麼還呢 那你先還給我我就有錢借給你了 我身上也沒有啊 你還給我就有了呀 我身上好像只有 二百五 我身上只有二百五啊 二百五就算了吧 那這個二百五就給了呀 那你給我借五百塊錢啊 那我就借你二百五啊 加上去年的 加上去年的 不是啊 我先把這個二百五借給你 這個二百五借給我 還給我借二百五啊你哦 嗯 因為我沒有啊 我先有了這給你啊 嗯 那等於是就是兩百二百五還還差二百五啊 不是五百嗎 哪裏五百啊 我再借你二百五就是五百啊 嗯 二百五好難清晨啊 那身上只有二百五啊 真的只有二百五啊 我先把這個 我不是 去年那個借的錢就算了對吧 嗯 然後今天你不要先利貪嗎 嗯 那我先把這個二百五借給你啊 嗯 這二百五借給我 嗯 那我就欠你七百五了 對 對 嗯 對 嗯 你不要找我借五百對吧 嗯 那我現在是不是借了二百五給你 是啊二百五借給我 嗯 是不是還要差二百五 是啊 那我回去再給你二百五不就是五百了 嗯 那我就欠你多少了 嗯 五百那五百一千了 哦 可以 那我 你要在這裡玩吧 嗯 那我去你算了 嗯 我也要去吧 你去幹嘛 不要我去啊 嗯 不要我去嘛 二百五還給我 那把二百五還給我 你個人去這個二百五還給我 不是 你借給我 不行 這個是我借給你的啊 那你不要我去 二百五都不借給你啊 啊 要你去 那去我就這個二百五借給你 那我再借二百五就五百 五百加上去年的哈 喂 你這個帳怎麼算的 你給我 就這樣子算的 走吧快點了 我等一下來不及了 快玩了 我這個回去給你二百五啊 小敏給我算的這個帳不對啊 去年欠他五百 今天跟他煩了二百五 他給我借了二百五 又欠他一千 這個帳怎麼算的呢 你別說我找這個媳婦還是挺好的 二百五加二百五就是五百千他一千 本來我這個人數學不怎麼好 剛剛給我提醒的的確是這麼多 有頭腦我媳婦 就要很煩 受傷